1月5日 费城一栋改建为公寓的三层住宅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其中包括7名儿童 费城消防官员在推特上表示 他们于美东时间早上6点38分接到报警 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大火从这栋三层排屋的二楼蔓延 控制火室用了大约50分钟 费城警方表示 这栋排屋被改造成两套公寓 一层住着一家人 二三层住着另外一家人 费城消防局副局长莫菲称 这场发生在城市住宅区的致命火灾 是他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 莫菲表示 太可怕了 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 35年了 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 他补充说道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现在的感受 失败了很多人 这种悲伤的方式 这种悲伤的方式 有很多话要说 请请保持这些人 尤其是这些孩子 尤其是这些孩子 在你的祈禱里 失败了很多孩子 就很变化了 消防官员介绍称 他们在这栋建筑内发现了四个烟雾探测器 但是都已失灵 火灾原因仍然在调查中